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后来写到后来就发现有很多的人物有很多的故事在我书写的过程中冒出来 所以我本来只是一个四万字的短篇小说后来就变成了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 所以有一些人物有一些回忆就是在书写的过程中我原来没有计划要进行的 但是在书写的过程中他们就跑进来了 对所以像这部小说就是很明显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现在我通常都会解释好了 现在文本跟出版它中间的过程其实经过多次的